已经安装一段落了 然后拍一段给你们看看 刚刚把这个7232的牵扯电池 也全部放入电池舱内部了 刚好是平铺电池舱底部的一层 是不是看上去很舒服 很和谐 这个不光看上去舒服和谐 将来车主在骑这台车的时候 也会体验到一个非常棒的机型感受 重心低车骑着就会很舒服 然后继续安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安装完毕了 还剩个脚踏垫稍后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车的动力系统 这是北VT的出口版724220的控制器 上面全是英文的 这个控制器的母线电流有200多位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由于是鲜算电池 所以它这线路看上去会比较多 然后因为这个控制器的母线电流比较大 所以这个每一块鲜算电池连接的线都用了双骨 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玩家可以用10平方或者8平方的线自己做 因为我这是实在是没有现货了 所以我并成双骨给客户安装的 这个母线也都是双骨的 为了防止客户在拉高速的时候烧线 然后这个客户年岁比较大 他订车的时候说能跑80就够了 然后也是低速挡也都给他接上了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低速挡的转速 低速挡我们这个转速目测过去应该有五六十的速度 然后看中速挡 中速挡明显就得有80左右的速度了 然后高速挡 这就有100左右了 应该说足够客户骑的 他可以不骑这么快 但是转快的时候他的有速度 但是转快的时候他的有速度 可能还可以不骑这么快 看中速的转速 要快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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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